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判断三角梅需不需要给它换盆换土 因为进入到球季是换盆换土的一个季节 如果说我们把握好了判断方法 准确的给三角梅换盆换土 让它更好的生长 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 我们也没有必要给它换 毕竟换一次土就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新的土养 首先第一点 如果是我们新买回来的三角梅 开过一波花之后 我们最好给它换一下土养 因为我们买的三角梅一般都是在大盆里面养殖的 为了降低成本 它的土养都会非常的差 非常容易绑结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它换 第二种情况就是整颗三角梅生长差 叶片长出来比较瘦小 我们给它施肥起不了很大的效果 像这种情况就是根太弱 因为土养差所以根就会变弱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 我们可以观察整颗三角梅这个花盆 如果说底部有根长出来 证明这个盆太小 已经容纳不了太多根 所以就往下长 或者是这个根往上长 那么出现以上这些情况 我们都要给三角梅换盆换土 如果说我们不急需换 那么再出击这段时间 就会影响到它的生长 影响到下一年开花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